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得给小曲儿们找一个暖和的地方 而且得赶快 绷带 绷带 花鸡 用你最快的速度把绷带扔给我 好了吗 好了 但是 快 大功告成 太棒了 伙计 大家伙 都到帐篷里来 啊 实在是太刺激了 我不想进去 我可不想错过高风雪 罗柯 外面太冷了 小家伙 那好吧 应该能撑得住吧 既温暖 又舒适 对不对 罗柯 罗柯去哪儿了 罗柯去哪儿了 如果他不在这儿 那肯定是在外面 我去找他 罗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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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惊一场啊 赶紧进帐篷里暖和暖和吧 好多环境 要不是这顶帐篷 我们都会冻成冰柱了 皮医生 我希望爸妈能安全回家 这么大的风雪 他们怎么回来呢 别担心 巴克队长会把他们带回家的 巴克队长可是战无不胜的 火箭 但海滩上有座冰山 可真是个大难题 不会又是一座冰山吧 我们怎么回家呀 队长 不用担心 蓝经亭是可以冲破冰山的 朋友们 可能会有点电波 我说个队长会带起我爸妈回家的 火箭 妈妈 爸爸 我的天哪 这些是卵 但是谁把卵铲在这儿了呢 什么东西在挠我的脚趾 站住你这个淘气鬼 快出来 我说是把卵铲上的淘气鬼 我说是几乎 你能不能在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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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章鱼宝里有蛇 有些企鹅就是容易紧张 海迪小动队 去基地总部 海迪小动队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什么东西进来了 我们在花园舱里发现了卵 图书鬼也看到了 我差点抓住它 是一条蛇 一条蛇 章鱼宝里 你确定吗 皮医生 是的 当时它在我的医疗箱里 那一定是一条海蛇 很多蛇都生活在水里的 这里面有吗 皮医生 不是 不是 是它 贬尾海蛇 只有这种海蛇在岸上 而不是在海中产卵 那我们在花园舱里发现的 就是贬尾海蛇的卵了 但它是怎么进来的 我来检查一下监控录像 快看 看来它是深更半夜悄悄溜进来的 它正在找回去的路 贬尾海蛇一旦在陆地上产卵后 就会立即回到水中 它现在不能出去 它会被漩涡吸走的 队员们 找到贬尾海蛇 让它待在船上 知道脱离危险 只是还有一点要注意队长 贬尾海蛇是有毒的 有毒 是的 但只有它受惊死才会咬人 我们必须对它非常非常温柔 这些抓蛇工具应该能派上用场 海底小宗队 马上找到那条蛇 漩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 达西西 启动手动驾驶 好的 就着 你又是在搭幼虎 在还是最近ओ动手动驾驶 好 黏春 无论 就 Rouge 是 鹰鸽鱼 午餐有着落了 我还从来没尝过企鹅呢 我知道不该吃你的 你看起来那么漂亮 但是我是一只大白鲨 我实在忍不住啊 你就不能忍住吗 好吧 我试一下 不行 我还得吃你 抱歉了 那个看起来像个大金属鱼 我也没尝过呢 巴克队长 快回答 医生 怎么了 有一只大白鲨正在追我 他已经咬住舰艇了 吐吐吐 开启瞻鱼宝藏门 快 没问题 舰掌 真难吃 我想我还是更喜欢吃那只企鹅 医生 再快一点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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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一把舱门 快 队长 大白鲨被卡住了 当我们再开一点舱门的话 他就冲进来了 我们得制造足够大的水压 这样既能把它冲出舱外 又不会伤到他 喂 吐吐吐 吐吐 启动超强冲水 还真管用 大白鲨被冲出去了 快看 大白鲨一定在游进章鱼宝的时候 弄伤了旗 看样子 他需要用绷带包扎一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启动章鱼叫报 要不要 海底小松队 去基地总部 海底小松队 现在外面有一只受伤的白沙 需要我们的帮助 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大白沙可是海洋里面最大的食肉动物 也是最饥饿的动物 对 他真的非常喜欢捕食 他会尝试去吃任何东西 如果不喜欢就会再吐出来 我才不怕大白沙 也不在乎他有多强大 提上 我可以为他包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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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